视频里的姐姐千姿百态 视频后的我肝肠寸断 爱一回伤一回 爱你伤头我心非 我说我想看她 你却发了一串密码 从来没有影视剧系列 可以让我追这么长的时间 在这片繁华似锦中 她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独特之路 她拍得像艺术品 但是又那么的真实不做作 有没有人帮我告诉她 是她的作品 才让我这冰冷的世界有了温暖 黑色的口罩隐藏了她 让我为之动容的深情 她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白皙的皮肤 令人难以想象 她戴着口罩后的人貌 我时常叹息 如果我对她的感情 能像圆周绿一样 没有尽头就好 可惜峰不会言语 无法替我传达对你的思念 姐姐劝我好好读书 我却想做那个 陪姐姐在夏威夷看海的人 即便在好看的海 也不及看海的姐姐好看 对姐姐的思念 犹如滔滔江水 绵绵不绝 我无法脱身 她 没眼杀人 啤酒商为烟商费 爱你爱到好崩溃 对你的痴情就像是种罪 我的心伤到了支离破碎 一日女友是我对姐姐的心之所动 我迟迟放不下森林系列中的那一抹白月光 为你做过最感动的事 就是分享了那一串神秘的密码 给了我的好朋友 身边少了你的陪伴 我爱的心好累 我对你的感情再也收不回 我付出所有 却换来了伤悲 姐姐苦 姐姐累 我想做姐姐的小宝贝 著名五星评论家迈克阿瑟说道 她戴口罩的神情令人恋爱 加上她会说话的大眼睛 更让人难以想象她动情之下的面容 她是那个干着和我一样肮脏的事 却依旧能保持清醒的人 我是玩哦 愿你找到一个你爱的他